关于这个这一次的家世纪少年组织法里面的这个修改呢 把所有的家世调查官、少年调查官、还有少年保护官全部都用关户人 那当然前面许多委员也咨询过 那大院呢表示说是为了这个就是主管家籍的问题 但是呢对于主管家籍的这一块 我们看到在去年第七会期的时候呢 其实已经有立委呢咨询过 就在目前呢已经有很多的非主管籍但是能来拿职务家籍 那主管家籍所以呢已经要求了行政人士局呢 要去做通盘的一个检讨 所以呢今天的关户人他非主管但是能来拿主管家籍 那只是今天说我们的家世调查官或是这些的少年的调查官或是保护官 因为他的薪水没有办法拿职务家籍主管家籍 所以他薪水比较低找不到好的人 可是今天呢为了这样子把他变成说好用关户人的名称 可是一旦关户人今天人事行政总处呢 其实也在做全面的检讨 所以他们有可能把后来变成关户人的人 跟他一样没有主管家籍 所以你今天去比较他们 结果最后人家那个拿掉了 你什么都落空了 而且我们如何去对民众讲说我们今天新设立的这些的制度只是为了给他多一点的钱 然后一个民不正言不顺的说为了让他不是主管去拿主管家籍 我想这是说不过去的 所以呢是像这些的人 他们的专业其实才是人民最期盼的 所以他们的专业这些家世调查官 他们的专业或是少年调查官或少年保护官 他们的专业跟司法事务官跟检查事务官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是要要求他的专业的这所谓的专业家籍 应该去比较这些的检查事务官或是这个司法事务官 这样的一个专业去给他们专业家籍来把他们的薪水能够提升 而不是说去比较一个民不正言不顺且必须要被检讨被废掉的一个官户人的一个名称 那我不晓得说这个部分 秘书长是不是可以答应去修改 只要委员就是说在他们的专业家籍上面支持的话 那我们当然是就是说让他能够回归到 就是比较跟成年官户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名称 但是这一部分一定要请大院要 好我们会去努力 我想这个是会跨院跨部会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们也跟全续部还有官人士行政总处也都讨论过 那他们也都觉得说是值得讨论大家愿意共同来讨论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大院也能够一起配合 因为我想现在正在政府组织再造 所有的官制官规 礼拜一我们还要去审公务员的基本法 所以呢所有的整个官制官规正在修改的一个当儿 我想我们不应该再去用一个在威权时代 随便行政命令就可以把这个整个都问乱 整个官制官规问乱的东西又再去比照它 我想这个我们是没有办法对人民交代的 好 好